Excel裡面設計一個表單 並且可以把它秀出來 可以讓人家填資料 填完資料可以輸入到Excel裡面 這個流程 首先的話 這個表單上面的話 簡單先來介紹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表單 你插入一個表單 它就會給你一個所謂的user form 一個表單 那表單的左上角 這個叫它的caption 它有一個屬性叫caption 那我們分別在這個上面 放總共有四個 應該是五個 然後最後會再增加一個什麼呢 最後增加自動再判斷一個叫標準體重 那這個標準體重呢 會是我們產生的 所以基本上應該是有 一二三 這邊五個 然後有四個文字方塊 讓使用者填寫資料 然後再加一個確定 最後再加一個清楚好了 這個名稱叫做 這個叫B1 這個叫B2好了 類似像這樣 那這個叫買 名稱的話叫買ABCD 這個叫買E好了 那怎麼去建立表單呢 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 一樣到Visual Basic裡面 那預設的話 我先把這個先關掉好了 我們回到我們剛剛的畫面 那特別注意 剛剛不是有個插入一個模組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加入表單的話 記得跟它插入模組的動作類似 按下滑鼠右鍵 插入有沒有 剛剛是模組對不對 那表單的話在上面 有沒有 自訂表單 按下去就可以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 這個時候特別注意 我們就會在模組的上面 增加一個叫User Form 1 的一個表單 這個是一個很完全沒有東西的表單 對不對 那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首先第一個 我要先修改一下 這個User Form的名稱 它的名稱 預設叫User Form 1 可是我通常會把它改一個名稱 比如說改成Home好了 所以記得 第一個把它的名稱改成Home Enter一下 這個時候呢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你的表單的這個地方 本來叫User Form 1對不對 它就改成Home了 以後我就呼叫它 它就叫Home 所以如果你要顯示的話 你可以建立一個按鈕 按一下它之後 可以把這個Home給秀出來 OK 第一個Home 第二個的話呢 它的左上角名稱 我希望把它改一下 那特別注意喔 這邊有個屬性 屬性指的就是這個表單的外觀 那裡面有個屬性叫Caption Caption這個屬性呢 這邊是叫User Form 1對不對 請你把它改成叫做標準體重計算好了 計算 OK 好 Enter 那各位可以看到 當我修改這個Caption的時候 它的左上角有沒有 屬性 是啊 うん 對啊 咖大家 認明